歡迎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大年初七是人日 人人總會有願望 香港屢足在整年的願望相信是鳳凰展翅 以靠鳳凰計劃能夠令到香港足運走出新的格局 香港足球總會接手整合女子足運 包括協調女子足球聯賽 這支世界排名66的香港梁子君可以怎樣起飛呢 何用生就和足總以及香港女子足球隊的成員談過 中四開始踢球 踢了港隊四年的陳婉庭 認為鳳凰計劃令女子足球地區發展的能力 中四開始踢球 踢了港隊四年的陳婉庭 認為鳳凰計劃令女子足球地區發展的能力 更具規模 只要學校加強推廣 女足就有希望 帶給多些女子去感受到足球的樂趣 他們自然才會吸引他們 慢慢更加去參與 才再講究竟哪人有天分 或者更加有技術 甚至是入選港隊 中五開始踢球 踢了十年港隊的港隊隊長 希望強化女足 比如說 如果男子甲組足球隊 有附屬女子隊的話 女子足球員就可以受惠專業訓練 第一 教練的CG 因為他們都是甲組的 可能比較多的球員 除此外場地方面 因為甲組得到的資源都比較多 相信資源方面都會比較好 右邊都一樣 你準備一檢查出來 右腳一帶過來這邊 左腳就給下去 如果身體 身體自己要轉過去 OK 做過港隊隊長的港隊教練 兼國際足協技術委員陳淑芝 認為香港女足要起飛 就要強化梯隊 現時女足發展的版圖 全港分為五大區 每一區都有梯隊 分為十三 十六和十九歲以下級別 踢得好就升級踢聯賽 甚至乎是港隊 足總也有想過去學校做一些推廣 希望學校可以成立一些球隊 然後可以慢慢多些球隊參加一些校制比賽 然後我們用這個學校的人口 再將人分到區域 甚至地域 然後我們慢慢再做一個地域的訓練 希望分了幾個地域之後 每一個地域都有一些梯隊 重要的這個梯隊 因為其實現在有些其他亞洲地域 都會有這個問題 接著不能接著 所以我覺得是從小做起開始 那個基礎大一點 你越來慢慢精英化上去就要好些 港隊上下都希望踢好每一場球 希望吸引更多女生學踢球 而竹種又認為要發展女竹 要一步一步地來 竹種技術總監歐智芬說 要想辦法吸引六七歲的女生接觸足球 還可以男女混在艇 六歲七歲七歲七歲 一時六歲七歲 六歲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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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六歲 九歲七歲七歲 nh 一旦一歲七歲八歲十歲 如果我們成為十歲四歲 會到十歲七歲六歲 以十歲四歲七歲七歲八歲 只往十歲夏八歲七歲 八歲七歲七歲八歲 但是從該年年度中秋嗎 所以你分析,女士跟女士跟女士跟女士 現時國際足協每年活200萬港元 給香港足種發展 當中有一成半,即是大約30萬用來發展女足 歐智芬認為香港可以借鏡日本女足的發展模式 就是吸引水源贊助 只要有經費的話就易辦事 這亦都是足種未來一大目標 所有人都有這種信念,機會來到更加要好好珍惜和把握 一對魚丸的清訓產品,鄺子軒和趙子瑜 在整年就得到千載難逢的挑戰 有機會出國到新加坡在當地球壇踢出新天地 只得16歲的鄺子軒和趙子瑜 得到新加坡國家隊前教練Robert Lim賞識 在當地職業聯賽球會馬里士他卡莎試腳 同樣得到一指合約 新球季以外援身份代表這支Athlet隊伍 踢U18青年軍 球會亦都幫兩位新秀尋學校讀書 務求文武全賽 最大不同就是球員的態度 香港大部份都是玩玩一下 甚至是很輕鬆的聯賽球 但去到別人就 每個人都想做正選 每個人都很努力 要給教練看最好的一面 想試一下去到U18試一下 看教練會不會讓我跟著預備組 新加坡的訓練 投員態度是認真了很多給香港 每個人都會給心機 100%每次都是 所以每一個瞬間都不能鬆下 變成自己 一定會很集中 首先希望踢到正選 在現在的球會上 希望有讀書有好讀的 踏出進軍Athlet的第一步 鄺子軒和趙子瑜 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漁院總監鄺曉明就希望 一對潛質相當高的新秀 能夠通過新加坡截然不同的訓練方法 提升個人的足球水平 起碼他們要適應到那邊的比賽節奏 希望他們能夠在將來過一兩年後 去到其他更高水準的比賽 最大的挑戰就是他們 因為新加坡人是很講求紀律的生活 他們變成他們初期真的要很適應 每一天很有規律的生活 假期又不能出街 又要做功課 又要每天都要練球 那些生活 因為以前他練球 他可以來可以不來 或者他有事又不來 但現在他是每天都不可以不去 因為他們最終 如果他踢球 我們不肯定他能夠 最後做到職業球員 可以賺到性 在他們去的過程中 我們選的新加坡是聯賽的水平 不是太低 加上他們可以在那邊讀書 英文用東西都會比較好 南韓虎山偶像 在冠軍戰 亦都以1比0 擊敗了中國 上海上港 登上王者寶座 勝負是其次 主辦今次賽事的五件 就認為高水平的較量 能夠令到在香港的足球員 得到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今次兩隊決賽的球隊 一方面很盡力 另外水準和速度和節奏 其實不要說他成不成功 但打出來的比賽質素是非常好 還有我希望每一個香港聯賽的球員 無論在哪一隊都有來看球 你可以看到無論是泰國好 韓國好 中國好 人家的進步去到哪一個地步 其實就是香港需要了解到 其實我們就算在代表隊的比賽 無論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中國 都是越來越打的速球就是快 還有壓迫 是沒有時間、沒有空間 給你去想 我們其實在整個聯賽 所有球隊加上代表隊 我們都要向著這個方向 因為全個亞洲的球隊都是改善的 所以這個河水杯本身對於香港的足球 如果大家用心在裡面看、在裡面學習 我覺得這個河水杯的意義很大 年初一和年初四都有超過五千人入場 見證虎山偶像 恐走這項年度傳統杯賽冠軍 教練韻聲孝認為兩場激戰 對虎山偶像準備新一季K-Lead 南韓職業聯賽有莫大幫助 虎山偶像激身決賽捧走冠軍之前 在大年初一的初賽 接受香港聯賽選手隊挑戰 要多謝祖爾送禮 而且不止一次 五分鐘的誤傳給機會李政基做偷波插 極速把球送入港聯大門 繼而在二十四分鐘 祖爾無法頂得住韓志浩 令港聯一下子落後到0比2 逆境的港聯 下半場作出五個調動 包括加入野人迪天奴加強攻力 當安達七十二分鐘成功放出一支冷戰 令港聯追成較接近的比分 大球場一時間以為奇蹟有機會發生 不過當臨雙脅六分鐘後 幫虎山偶像入多球 就算港聯餘下的時間多努力去攻 只能夠接受輸1比3的結局 不過港聯在貴軍戰1比0 險勝泰國蒙通聯 以第三名完成賽事 教練金巴爾就讚球員的態度 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11層 我們不是每天的隊伍 我們是每天的隊伍 我們是很好的隊伍 我們從其他隊伍 我們在三次訓練 我們要做一個隊伍 我對他們的工作 決賽輸給虎山偶像的上海上港 大年初一的初賽 大勝蒙通聯4比1 過程充斥著連串意外 朱曾榮三分鐘 替這支中超新力量先開紀錄 蒙通聯踢到31分鐘 憑著連絲的努力成功攀平 接著又演變成上港圍攻蒙通聯的格局 門柱擋住汪佳哲的射門 踢到完半場前轉列點出現 迪神高速入禁區 和門將卡雲撞一堆 舞女做了首億人 上港再度領先 失波的蒙通聯還有卡雲骨折 要提早結束蛇年賀歲杯之旅 後備入替的烏馬連 踢到換邊之後4分鐘 因為在禁區外用手救球 被球證紅牌趕出場 令到蒙通聯再沒有門將可以換 捕著要找望角做替攻 撐住球隊 人多打人少的上港 就把握多兩個機會 先後由迪神和汪佳哲見宮 在初賽大勝4比1 追蹤走到蛙關 我們主要是斷練吧 因為我們還是等於考試一樣 看看我們到底跟泰國跟韓國 能不能交到上手 那麼這樣對中超我就心裡有數了 因為原來我們是中甲隊伍 那麼這兩個 一個是韓國的前六名 K1前六名 還有一個是泰國冠軍 如果跟他們打場面 打得可以的話 那麼心裡總是有一點點 節目結束之前 和大家重溫年初三 破碎賽馬沙田馬場的花水 多謝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